意大利旅游日志2024年4月22日拜访了一身地游最美丽水都威尼斯 一大早坐上游览车到码头,改大中船进入威尼斯本岛 沿途的美丽风景真令人感到值得一游 意大利叫台湾时差慢6小时 所以意大利上午时间约台湾下午时间 我们生理时钟也已经适应了 在这影片会介绍威尼斯历史,玩乐景点及美食 景点有搭乘贡多拉船游运河 圣马可大教堂 圣马可总督府到齐宫 圣马可钟塔 圣马可广场 让我们体验一下在威尼斯尼路美好氛围及特色美食吧 欢迎来到Peter&文文的频道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今天天气温度约摄氏10度以下 大家都穿起了后外套及头套保暖 从饭店Vogo Benesmestre 到威尼斯本岛后我们来到威尼斯里维埃拉的提案 首先看到意大利第一位国王的纪念碑 维克托伊曼牛尔二世的青铜骑马雕像于西元1887年建造 现在开始摄氏21年ibility 在维克托伊曼牛尔 유나 中国科兹在这边 香港上摩棉伦西元1989年悟一山 大利亚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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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岛西元1989年 来到监狱的回廊,看到监狱的门窗,你有发现门窗的特殊地方吗? 若看不出来再仔细看,来的特写吧,看到了吗? 窗户分成左边和右边时,左边是垂直插入连接,右边是横着插入连接,如此的设计是为了较坚固而设计 在正前方看到的是探袭桥,由左侧的总督府到齐公通往监狱 传说被判刑的犯人走在桥上,朝窗户外发出无奈的探袭,因而得名 目前看到这栋建筑是总督府到齐公,它是历代威尼斯共和国元老院领导人,总督的寓所,也是最高法院,警察,其他市政机关所在地 钟楼对面有座时间塔,可以让航海人知道时间依此推断潮汐 我们下期见,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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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连接,连接,连接 现在看到的是圣马可大教堂 首拜暂停文化影像 外观有洋葱式圆顶及黄金马赛克画作的教堂 在五个圆共行门上方由幼至左的金色嵌香画主题分别是 从军事坦丁堡运回圣马可遗体 遗体到达威尼斯 最后的审判 圣马可神话礼赞 圣马可进入圣马可教堂 我们在此码头等候搭乘共多拉游船 有许多团体游客在此等候 终于等到了上船了 五个人搭乘一销共多拉 船夫熟练的技术带领我们游威尼斯运河 请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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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边看什么呀 准备了 再也会 最后一尝 有美好 一尝 这有没有 他又不可能 有一百多年的 那我 closing 我早就想起来 他怎么可能 还没失去 因为这个 是 对 我 走 走 枯枯 里面和我們的故事 我看就是了啦啦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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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进去映入眼帘的是低调奢华的紫色灯光 设计感十足与舒适的购物空间 顶楼提供免费观景台能看到威尼斯大运河美景 百货公司内也有提供免费厕所 威尼斯特广场德国商馆店位置就在里阿尔托桥附近 是由德国商办大楼改成百货公司 集结了许多知名精品品牌 贩售手提包、香水等多款免税商品 在此附近可以看到大雄和吉里阿尔托桥的美景 有很多餐厅、纪念品可以逛 试看夜景的胜地 午餐在威尼斯餐馆吃一式墨鱼面 墨鱼面很浓郁好吃 佐扎海鲜拼盘也很新鲜 提拉米苏很柔软入口即化 不会甜很喜欢 软饮一杯 我们点了气泡水 最后我们在码头搭乘水上巴士 到圣洛西亚火车站 火车站里有意大利很常见的冰淇淋品牌Gram 知名护肤品品牌欧苏丹的店 蛮好逛的 商品都很齐全 在等待火车的时间 我们逛了火车站内部商店 列车路站我们进入月台 搭乘法拉利高速火车 前往下一个行程米兰运河区 结束了威尼斯的旅程 下边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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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